还完债之前,对我的看法都很偏见 然后还完债之后,我就去年回去,对我的看法都不一样 亲人对你负债钱好,负债后的看法完全不一样 你这上面闻的是啥? 瞎闻的,真的好看 好看 这个臂力非常强壮 你以前是练健身的,是吧? 对,练健身 这炒饭是多少钱一块儿啊? 加拉 最便宜的话是多少钱一块儿啊? 9块 9块 那边是米饭啊 你要辣椒吗? 我要辣椒 大家看啊,这个比例非常强壮啊 小伙子非常帅气 你做厂饭多少钱啊? 你做厂饭多少钱啊? 快三点了 我看你生意好的话,一个月能赚多少钱大概? 三万块钱一块儿 一月赚两十万? 对 哇塞 这还可以加味螺 对 可以辣椒和铁 那这一块是多少钱? 十块 十块 之前是在做炒饭之前还付过债是吧? 对 现在二十多元 二十个大会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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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欠那么多? 是因为什么欠了这? 祖国 祖国 然后还有虾头子 虾头子 年轻嘛 那这些年还清没有? 这还清大一点 还清半年了 那是不是靠炒饭是吧? 因为现在很多人他可能就是负责了 他找不到好的项目 或者说不知道怎么去赚钱 把这个给它还掉 是吧? 其实做小吃挺好选择的 做小吃是最好的选择 做小吃是最好的选择 对 找一个比较好吃的 好吃的东西 味道好一点的 嗯 好 这个建议 辛苦一点 对 这个建议蛮好的 对 该清的时候一定要去清 该清的时候一定要去清 不要太安逸了 我在家里 那你当时 认识 可能就是要自己去做点事情 把这个钱还那时候 去找房子 去找房子 对 我没人去指点我 我自己也走了很多歪的位置 那你当时就是那个负债的时候大概是多少岁 负债的时候大概是20岁左右 20岁左右 对 你现在多少岁了 现在29岁 25 25 21 12 房子在一年下来能存多少钱大概 差不多多少 10 19 20万 19 20 20 你现在结婚没有 没结婚 还没结婚 对 赚了这么钱是不是准备存着娶媳妇 创业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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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业也行 嗯 人生下来就要折腾 不折腾不行 对不起 自己做杯子 是是是 自己做 反正我是不怕 你是怎么 我是不怕 你是不怕 对 哪怕接下来再负债 一样的能还回来 就前几年回去了 我家人对我的看法就不一样 就不一样了 你之前吃过吗 从以前到现在一直在吃 你是这附近的大学生吗 山大财大 在这边租的房子 搞定 来大家看看啊 我来吃吃许西村炒饭哥 的炒饭啊 这一半我用量还挺大的 吃的第一口感觉不错啊 吃的第一口感觉不错啊 许西村被称为太远的小香港 炒饭就很励志啊 在二十岁左右就不再那么多 然后如果两三年卖炒饭 然后把它占好了 刚才炒饭哥也说了啊 但是他的观点啊就是 想赚钱 普通的想赚钱的话 做小吃是一个不错的小吃 平时我也拍了好的做小吃 平时做的好确实看起来 我都有想做小吃的相当的 但国航的上啊 这个东西还是要好好考虑 任何东西嘛 只要你把它做到直至 哪怕它再小 再微不足道 你把它做到直至 就一定做好 也能做得起来 炒饭炒饭 炒饭炒饭 炒饭可以 炒饭炒饭 炒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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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炒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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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为明天奋不顾身 因为对未来追逐的认真 我们都是平方的人 天球以下卖过数据线 然后晚上睡觉说是就在天调一下 我们都是平方的人 希望一直在前方眼神 用汤水浇灭青春